好,那繼續我們流辯學課程的第二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是上一次老師跟我們講功課的部分 要大家記得在Teams裡面做回答 那溫步一下上次的內容好了 上次我們有講到說到底什麼是年度 我們用水跟蜂蜜的例子去舉例 然後還有講一下年度它是透過我的分子之間互相去拉折 然後我們施育一定的力的時候 它會給我們一個反作用力來得到我們的年度 那我們如何測定我們也上次舉了很多的例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有講到三種比較特殊 比較常見的測定的探頭 我們說的腳平板、平板跟我們的圓柱型的探頭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怎麼去偵測我們的年度 因為我們上次只有講說 年度它偵測的一些相關的方式跟探頭 那我們現在要去講得更細節一點 到底我們怎麼樣去測到我們的年度 就用我們這樣的一個系統裡面 所以呢這次本次的章節主要就會去講 以下幾個重要的內容 第一個是我們的測切應力 我們的測切速率 我們的測切年度 運動年度 我們的那個 Zero shear viscosity 就是我們最初始的零點的年度 然後我們的最大的限制年度 還有我們理想流體 測切細化流體 跟測切稠化流體 那我們後面的話會做一個說明 那OK 大家上次應該還記得 我們上次有講到平板的部分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平板 在這上面做旋轉 我把我開啟一下雷射筆好了 雷射筆稍等一下 我們這邊開啟雷射 我們上次的樣品 我們是將我們的液態的樣品 比如說我們的像是麥芽糖 巧克力 我們放在這個平板上面 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那我們這個旋轉 我們可以把它用拆解一下 拆解成左邊這張體 左邊的話就是這個平板 是上面紅色這個 就是我們右邊這個平板 當我們平板在旋轉的時候 我們這個水分子 我們就把它分成好幾層 那這一層每一層的水分子 當我們開始旋轉的時候 這個平板就會向右邊移動 這平板的移動的過程 下面的水 因為跟上面的這個平板 它是有附著的力在上面 所以當我們的平板移動的時候 它上面的水分子就會被拉著移動 那上面這一層跟著移動以後 會拉動下面這一層 下面這一層會拉動下面這一層 一直拉動 所以如果我們拉的距離越遠 它下面的這個 它就會像分層一樣 分層好幾層 只是我們一般人看到 好像就是一個波浪 或者是直接是一個斜弦 所以我們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它其實就是一片一片一片這樣 互相去拉扯 那OK 我們首先要提到這個 第一個事情就是減韻力 也就是說 我們在對於我們量品施力的時候 它剛剛不是有轉一個方向嗎 那轉這個方向的時候 其實就是相當於施予一個力氣 那這個力呢 我們叫它減韻力 那它其實它表示的方式很簡單 這個單字我們叫它 唸成叫做TAU 就是TAU 這個唸 那它的TAU怎麼表示 就是我們的力量 去除以我們的這個接觸的面積 那我們就知道說我們的減韻力是多少 那一般來說 我們給它的單位 通常都是用PAT在表示 我們用PAT 或者是用托克 去表示我們這個旋轉年度 它的測試它的韻力的表示的單位 那OK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這邊把這邊做一下複習 就是我們一般學到的力 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就是拉伸力 也就是我們向這個物體往外拉 比如說我們拉 比如說我們撕開一個保鮮膜 我們用力的把它扯開 那這就要屬於一個拉力 或是說這個東西的站力 再來是我們所謂的壓力 也就是我們對它是一個外界的力量 比如說我們特別的把蛋糕會往下壓 或是麵包我們去壓縮它 那它是不是體積就會變少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剪切力 剪切力就是我們測定流體上面來說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剪切力 它會在我們的物體表面 形成一個水平方向的動作 就是跟我們這個平面夾一個直角 夾這個直角 它做一個水平的切線的動作 那這就是剪切力 那一般地理特 其實上到就是地震有分成 地層可以分成這邊是拉開的 地震板塊運動嘛 板塊這邊打開 然後兩個板塊互相的去壓縮 跟板塊進行一個所謂的右移段層 或者是左移的段層 那其實這就是一種剪切力 它是平行的 我的施力方向跟我的受力的面 是處於一個平行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來說 也可以看到像是 比如說打桌球 其實也是切在那個東西的表面 直接削過去 讓這個東西會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對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剪切引力 就剪切啊 剪切力 OK 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它的計算表示方式 就是這個剪切引力 剪引力 它用刀來表示 刀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施力的面去處理我們的A 就是我們的接觸面積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 剪引力是多少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同時會出現的 就是剪切速率 我們剪引力出現的時候呢 它同時也會有一個剪切的速率 那OK 剪切速率其實它表示的方式也蠻簡單 就是我們這邊啊 向右移動的距離 向右移動的速度 我們一般這邊移動的速度 我們這邊移動的速度 去處理我的高度 如果我的高度越小 我的高度就是在這邊啊 如果我的高度越小 我的剪切速度就越快 當然不是也看到 我們前面這個板子會越拉越遠 然後這邊距離就會越來越小 基本上就會越來越小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剪切速率是高的 或者是我們就只單純看 我們高度固定 我們高度假設是1 我們的速度越來越快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它的剪切速率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剛剛剪切硬力跟剪切速率 其實它基本上會同時出現 只是你的表示方式不一樣 跟我們的流體性只會有 不太一樣的表示的方式 那流便宜基本上就是透過 我們知道我們的剪切速率 跟我們的剪切硬力 來知道說 整個材料的流體的特性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有講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是我們黏度了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用旋轉的方式 去做一個剪切的動作 那這邊流體可以分成就是 非常低的剪切的範圍 跟我們中速或者是高速的剪切 剪切的特性 那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是低速的剪切 剪切範圍好了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 剪切速率 它基本上是 基本上我們看不到它是有在旋轉的 剛剛上面看不是都會覺得 它是在有個旋轉的動作 它會往右拉 那它基本上 低剪切速率就相當於 它根本就沒有剪切它 它就是幾乎是一個0的狀態 那一般來說我們的剪切速率都是在小於1的狀態 就是剛剛那個剪切速率要小於1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很低的剪切的範圍 就是1以下 我們都叫它低的剪切範圍 那它主要就是模擬說 我今天那個東西如果放在 放在一個水平的狀態上 它會不會往外 往旁邊去過散的狀態去做一個模擬 那如果一般說的中速或者是高速 我們就會使用的是 剪切速率大於1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右邊這張圖 右邊這個圖 就是我們他們在圖一個油漆 它塗在牆上 就是這種油漆的話我們把它塗在牆上 那這個時候塗完之後 它是不是這個液體就已經塗在這個表面上面 那現在這表面上面 它其實就相當於是一個沒有剪切的狀態 雖然它有貼著那個布上面 可是它基本上是一個沒有人給它施力 它就是單純的放在內 我們就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樣品它的黏性是多少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這種低剪切速率 或者是中速或高速的方式去做一個材料探討 對 那這邊的話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一下 分別講一下這個低剪切速率跟中高速度這樣的一個 剪切的方式對於我們不同材料特性 它的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後面我們等一下繼續說明 那我們就是剛剛知道說 大家已經知道說旋轉這個我們的樣品 在旋轉的過程中 用剪切的過程在旋轉 我們可以知道說我們樣品它的黏度是如何 可是我們不知道它到底具體是模擬什麼 基本上主要模擬就是以下兩種情況比較看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般比如說塗油漆 我們塗油漆我們在塗的這個過程 它其實就是在模擬我們在塗的過程 因為它這邊刷子會對我們的樣品會施餘的剪切力 所以這個過程我們就可以模擬說 它在機器裡面 就是機器裡面測到數值跟這個的狀態是 我們可以直接去做模擬 或者是比如說我們要擠牙膏 我們要用100克的力它是擠不出來 我們再給它施餘更大的力量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它擠出來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透過 剛剛的流變移的方式來做測定 那後面會說明 這兩個套影 這兩個方式測定的方法有點不一樣 雖然都是做旋轉的動作 但是它旋轉的條件不太一樣 那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什麼是減切音力 什麼是減切數量 再來 終於要來到什麼是黏度 這個就是我們的黏度 那我們的黏度是什麼 我們的減切的硬力 就是我們的硬力去處理我們的數量 那就是它的黏度 所以等一下後面應該會有一個公司去做表示 那下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一般我們的流體材料 比如說像氣體 其實氣體也算是一種流體 所以人家才會算什麼 飛機的空氣力學 什麼 懸浮的能力 它其實就是透過這個 我們知道我們材料它的黏度 所以空氣其實它的黏度非常的小 0.001這樣 然後 MPA 那我們可以看到水 20度C 它的不同溫度 其實水它的黏度會有不一樣 那這邊的話有不同的材料 那溫度之前也提到過說 溫度會影響到我們材料 它之間分子 運動的狀態 跟它分子活躍性 所以會影響到它的黏性 那 所以呢 我們現在旋轉剪切它測到黏度 我們都叫它 叫做一個叫做動態黏度 就是我們特別給它施育一個力氣 然後讓它去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那這個我們叫它動態黏度 那它一般來說 年度我們之前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過說 它是用PASCA的翻譯位 或者是SANIPOUS來去表示我們這個黏性的特性 那再來呢 它比較是特別在 它可以去 我們可以透過知道黏度 我們可以去回推我們樣品 它是屬於成流還是繞流 那這個東西 大家好像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成流什麼是繞的 所以 我們後面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如果今天是成流的話 我們在一般生活中看到 就是水管這樣水很順順的這樣流出來 它就是一種成流 那 老流是什麼 當我們的水在裡面流動的時候 假設是水或者是空氣 它的運動是非常不規則的 那這個不規則會導致什麼現象 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 它在這裡面水分只會這樣一直這樣亂跑 在這樣亂跑過程中呢 它會其實會 讓我們的樣品混合的效果不一樣 所以 比如說你今天去開飛機好了 你今天在開飛機的過程中 如果你今天飛機人家說 我們現在遇到亂流或者老流 其實就是這個狀態 其實就是這個狀態 我們今天的氣體 它這樣運動的非常不穩定 所以大家說 我們現在遇到亂流 大家要注意就是因為它這個飛得很不穩定 所以大家這個 我們可以透過知道這個當下的氣壓跟它的黏度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流體的狀態是屬於哪一種狀態 那這個主要跟它的雷諾素有關 那這邊的話 我不會特別去提什麼是雷諾素 那或許在後面的極速 我可能會再跟 有時間的話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主要是說明說 我們今天的年度會影響到我們整體材料流體的特性 有可能是成流就是很平順的流 或者是老流像這樣很混亂的這樣一個狀態 隨機隨意性的這樣 那我們剛剛看到 年度它大概就是centipoint 那這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這個工廠裡面 我們會希望我們的樣品是成流還是老流 其實在我們在計算工程裡面 還有我們的熱量跟質量轉換 比如說我今天要在這管制裡面 我希望它可以被加熱到 那加熱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是單純加熱 它沒有辦法很好的均勻的混合到下面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加熱的時候 它是一個老流狀態 它好像可以混合得比較均勻 所以在計算工程方面裡面 我們知道材料的黏度它的特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剛剛前面講到一個東西叫動態黏度 就是我們對我們的樣品 做一個施與一個剪切的速度 我們就這樣一直這樣旋轉它 我們一直對它做旋轉 這樣旋轉的過程 我們就知道它叫做動態黏度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叫做運動黏度 那這個運動黏度 其實我們指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就單純放在那裡 然後看它重力對於它所施的力量 那就是樣品它本身的重量 然後我們的流體產生一個運動的狀態 比如說上次我們提到的這個落球 落球就是把我們的球放在那裡 然後它流先掉下來 我們透過這個過程 我們就是用重力來拉我們的球球 來看說我們這個東西它的黏性是多 這個叫做運動黏度 或者是我們剛剛之前講的流杯 我們就把那個底板抽掉以後 看它上面的樣品要多久會流出來 那這邊的話就比較特別 我們的運動黏度 它表示方式就是我們測到的黏度 再去除以這個材料它的本身的密度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運動黏度是多少 那一般來說 它主要就是測的是重力 對我們這個樣品它拉球的狀態 所以有些人我們要做換算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的黏度 去除以我們的這個密度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運動黏度 就可以知道說這遊戲會不會掉下來 那現在講的都還在我們的旋轉測試 旋轉測試 剛剛已經可以跟你模擬很多項目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 像是我們刷子刷東西 或者是我們剛剛擠牙膏的狀態 其實都是用旋轉的方式 那之後我們會講的是這個震盪 那這一集還不會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還不用擔心 我們就只要單純知道 單方向這樣一個旋轉 對我們材料特性的影響 以及我們到底要模擬的狀態是什麼 好 那我們這邊講到 剛剛還記得我們講的 剪切速率跟剪切硬力的關係 對吧 所以我們測試這樣旋轉的方式 我們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我們控制的是我們的剪切速率 叫做CSR 我們後面有放 我們一個是控制我們的剪切速率 另外一個控制的是剪切硬力 所以就是我們剪切速率就是我們固定 表示我們從1 就是我們的速度從1到100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固定剪切速率 那它模擬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模擬的狀況呢 就是我們這個 比如說我們要那個噴吸嘛 我們要把它噴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 它出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在做一個射出的動作 那我們看到這個噴出來的時候 它的油體黏性是如何 我們去做一個分析 那也可以說 預測在我們這樣塗油氣的狀態 因為我們樣品有受到剪切嘛 它剪切是一個比較固定的狀態 那透過這個比較固定的剪切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欸這樣品它是不是 適合做一個塗抹的材料 那另外一個是控制我們的剪切硬力 所以我們有時候設計我們可以設計是 而我就設定單純剪切速率 就是CSR 或者是我控制是我的剪切硬力 我沒有設計CSR 就是Ctrl-Shure-Stress 透過這兩個方式去確認我的材料 它的黏性是如何 然後 這邊的話 剪切硬力我們就可以模擬 假設我們思雨假設是100克的力 它是樣品它是不太會流動 可是如果我們在思雨一公斤的力 它是會有運動的狀態 就是會有一個運動的狀態 它就假的 牙關特別跑出來 所以 CSS的話這邊 這樣的一個特性的材料 的流體特性 後面會做說明 那今天的話主要不會講到說 有這樣的一個特別還會擠出來 那我們就給予思雨一定的力它會移動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做探討 因為後面這個會探討到一個東西叫EarPoint 也叫屈服引力 那這一集不會講到 在下一集我們會再提到 什麼是屈服引力 OK 所以我們就把剛剛的內容做一個總結好了 CSR就是我們控制我們的剪切速率 我們通過控制我們樣品它的剪切速率 我們就可以去模擬我們要的內容 那剛剛講到CSR 我們的年度是這個單位 這是我們的年度 這是我們的剪切速率 這是我們的剪切引力 所以我們就控制這個部分 我們控制我們的剪切速率 假設我們從1到100 然後這個上面它數值會跟著變化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樣品的年度 那它主要模擬的就是 我們想要去知道的結果就是 它給我們的剪切引力是如何 以及我們今天如果控制的是 我們思雨的剪切引力 也就是CSR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知道 我們一樣品它剪切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就可以知道整體的趨勢 然後我們知道的剪切引力跟年度 就是機器樣碼 如果我今天控制的是剪切速率 那機器就會給我們一個剪切引力的結果 那我們再透過這兩個的比值 我們就可以知道年度是多少 所以年度是計算出來的 它不是直接 年度就直接測出來 不是 它是透過我知道了 假設我知道這個 那我就測到這個 那我就可以算出 我的年度是多少 或者是我知道我上面的這個 剪切引力 然後呢 我測到的是這個 我的速度是可以只秤到 那我在計算我的年度是多少 對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材料的特性是如何 那所以 這邊的話就是CSS跟CSS 它測定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屬於這樣階梯狀的方式 去這樣 慢慢往上爬 我們不是一次就一秒這樣往上 一路往直線拉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這樣拉呢 就是我們直接用線性 直接一路拉直線這樣拉上去 不是讓它有 減退一段時間休息一下 減退一段時間休息一下 會變成一個問題 我的樣品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休息 就是沒有穩定到那個狀態的時候 你又進入下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先給你 考一張考驗 突然又給你考兩張考驗 考三張考驗 你還沒有 還沒有適應下來的時候 你就一直往上拉 那個在線性跟它整體的效果 測定會比較不容易 所以通常一般來說 我們會這樣 像階梯式的 讓樣品可以 在1的減退速率大概撐一下 再進下一個速度 再進下一個 再進下一個 讓它可以 在這個狀態比較穩定 它再進入下一個速度 它比較好去做測定 那基本上 CSR跟CSS 就是我們控制減退速率 我們控制我們的減切音力 它的方式都是一樣 透過旋轉的方式 我們來告訴我們的樣品說 你這個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不要太急 一直讓它轉過來 不然它可能會測定會有 不穩定的狀態發生 那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減切音力 什麼是減切速率 還有黏度 黏度就是我們的減切音力 去處理我們的速率 所以它就是黏度 那黏度值它不是一個固定的一個值 它不是說 今天永遠就是這個結果 不是 你不同的探頭 不同的大小 它測出來的黏度就會不一樣 所以 你一定在文獻裡面 要跟大家講清楚說 我這個探頭的直徑式 假設是5公分 是50毫米 50毫米 或者30毫米 還是2毫米 你都要跟大家講清楚 大家就知道 你這個是用什麼測出來 所以它的黏度是多少 因為你的板子越大 就你假設你那5毫米的這個探頭 50毫米的探頭這樣轉 它其實它黏度會比較高 那這樣比較高的狀態下 如果你沒有跟大家講清楚 大家其實不知道 你樣品到底是不是 具體的黏度是多少 那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特別的做圖 首先 第一個叫做我們的flow curve 也叫做流動曲線 流動曲線是什麼 這個叫做我們的減切速率 這是我們的減切音力 它們兩個做圖 它就會呈現一個斜線的狀態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流動曲線 我們用減切速率 跟減切音力做圖 我們叫流動曲線 我可以給它一個速度 然後速度 它機器會給我反應的力 我們就知道 它流動的特性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知道 材料的特性是什麼 它叫做flow curve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 我們知道說 樣品它的特性 是屬於哪一種材料 再來叫做黏度曲線 黏度曲線 就是一樣 我們用減切速率去做圖 我們以減切速率固定住以後 我們去看我們樣品的黏度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我們的減切速率不一樣 假設這是一減切速率 這是二減切速率 它的黏度是一模一樣 那代表說 這材料它不會因為我的速度轉得越快 它的黏度有改變 那這樣的牛體 我們就稱之為牛頓牛體 那後面等一下會說明 什麼是牛頓牛體 什麼是減切細胞 什麼是減切手法 那這個也是牛頓牛體 我施與一個 通常的減切速率 它有一個硬力的產生 而且這個硬力是呈現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我們就稱之為牛頓牛體 那它其實就是剛剛說的嘛 前面有說這個 它的比值 如果這兩個相比是等於1好了 那這個n是不是就會是固定的數字 就是這個一直變大 它也會變大 假設這個增加1 這個也增加1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一直固定在數字 這個變成2 這也是2 那它比值是不是也是1 對所以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來看 如果這裡是1 這裡是1 它的比值出來以後 那個黏度就是1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黏度就是 在這裡是1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材料特性是什麼 所以後面有些可能 跑一跑後面它會往下彎 會跑一跑它會往上彎 那這樣的話 它流動的特性就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材料在 知道 我們就可以知道 剪切數據跟剪切硬力 對於材料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在工廠裡面做模擬 今天在剪切過程 會不會影響到它整體的 特性 那也可以就是確定說 我們參數不能射太高或太低 那 OK 我們把剛剛的內容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流動曲線有 現在有A跟B這兩個圖 對吧 那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只是剪切數率一樣的時候 這個剪切硬力比較大 那我們對應到右邊的圖 我的剪切數率固定 所以硬力越大 那A比B的硬力還要大 所以A的黏度就會比B的黏度還要來的大 它其實就是這兩張圖去做一個很簡單的轉化 那 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都還只是牛頓牛體 我是雲硬的力的時候 它會給我一個相應的力 而且它不會有 它的黏度是不會有變化 重點就是黏度是不會變化 那我們就稱之為牛頓牛體 OK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常見的牛頓牛體 有什麼 水啊 礦物油 我們叫做矽膠油 或者是我們的沙拉油 我們都是一般來說 就是叫做牛頓牛體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想要在水裡面 游泳的時候 你游泳 你如果游得越快 你的阻力會越大 你越游越慢 你就在水裡面慢慢滑水 其實你就不會覺得 那個阻力會很大 所以就是跟你施餘的 剪切數率是有關係的 對 那我們呢 要測定它 我們也可以取LOG 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轉的 可能有 10 100 111萬 10萬這樣 那總不可能這樣畫 那現在會畫很長 所以我們就用取LOG的方式來做表示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誒 它的材料特性是如何 那 取LOG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如果我要測很小 比如要測0.001 0.0001 10的-5次方 以下的這樣一個很慢的 減切的速率 那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方式 我們取LOG 不然那個圖 你看到如果你做標 做圖的時候 其實0.001 它很小 沒有辦法表示 我們就會透過 取LOG的方式來 讓這張圖變得比較線性 比較看得清楚 那 OK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一下 常見的三種 一般來說 常見的三個流體 上面的話是下一集 我們會去做說明 就是 非牛頓流體 就是素性流體 或者是理想的冰炭流體 那我們這次只會講到 第一個 所謂的這個 我們說的 剪切西化 也就是要做素性流體 它就是我們剪切速率增加的時候 就我們剪切的 轉的速度越快 欸 我們樣品它的 shear stress就會 就是硬力會越小 那它的黏度就越來越低 就我 欸我一直攪拌 它給我的力量越來越小 那代表它越來越好攪 那就是一種西化 那你剛剛看到 就是我們說的巧克力 巧克力就是你在加 不是加染 你在攪拌的過程中 它就會慢慢的 越來越 越來越好攪 那就是巧克力 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牛頓流體 牛頓流體就是我剛剛說的 水啊礦物油 最後呢 是我們的 塑性 不是塑性流體 我們的膨脹流體 或者我們叫它剪切醜化 那這樣的材料呢 就是比如說我們說的 玉米澱粉 所以一些澱粉類的 很常見就是我越攪 越攪越久 然後它就 越攪越快 它就越來越不好攪 比如說之前 影片上 網路上不是說什麼 有些人在那個 木薯澱粉上面 然後可以在上面跳舞 就是因為你思雨滴的時候 突然它的硬力又很大 所以這個硬力很大的時候 你就不會沉下去 不然你怎麼可能在 木薯澱粉上跳舞 因為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通往一般來說 就是跟它的這個材料 流體特性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就單純 就這三個材料 去做一個 比較多一點的說明 那首先就是一般的 理想流體 或者是我們就說的 叫做牛頓流體 剛剛前面一直提到 就是我們剪切速率增加 我們的剪切硬力 它也會跟著增加 這樣的一個特性 它有呈現一個線性的關係 它沒有變化 就是它的黏度 你看吧 它的斜率是不是都是一樣 它的斜率一樣 其實它的斜率就是它的黏度 對吧 你的黏度 你的黏度 是不是 你的這個剪切的硬力 出於你的速率 這個如果筆子永遠是一樣 因為你的位置 都永遠都筆子都會一樣 你不管是這個點下來 在這個點 它的筆子都一樣 那它的斜率就一樣 那其實就是它的斜率 所以你的斜率基本上 在牛頓流體裡面 你的斜率不會變的話 那我們就稱之為我們的 牛頓流體 那不同樣品它的 它的黏性還是會有不一樣 不是說它是牛頓流體 它的黏度就不一樣 它只要有符合這樣的一個線性關係 我們就稱之為牛頓流體 那再來呢 我們剛剛上面這張圖 我們控制的是 Shure Rate 我們看的是它流動的狀態 那這邊是Shure Assess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把它轉換成 是看黏度的部分 我們就只單純看它的黏度 跟我們檢驗數據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牛頓流體的話 它的黏度是不會改變的 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黏度不會改變 那如果現在是其他材料 它的黏度可能會在我轉的速度 越快的時候 它的黏度越來越高 或者是我在轉的速度 它的黏度越來越比 那我們從過這樣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材料有流體特性 那我們這邊就舉一個 這個課本裡面有提到的 它這邊就先拿一個礦物油 那紅色這條線呢 就是我們樣品它的黏度 藍色這條線呢 就是我們的剪切硬力 那我們透過知道說 我們今天剪切的速率去增加 它的黏度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然後跟我們的剪切硬力 是處於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稱之為 它就是一個牛頓的流土 那這邊的話 左邊的話 是做著它的一個測試的條件 這邊溫度的話 都是由我們自己的 看的文獻 或者是 你小模擬的狀態去做設定 那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做參考就好 那因為不同材料 不同的特性 你需要去參考不同的文獻 所以 這邊的話 就進下一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這個圖 就只是把這個 流動曲線 流動曲線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測切速率跟測切硬力 做一個做的 這是它的流動曲線 這個是它的黏度曲線 它就是紅色這一條 好 那再來呢 是我們第二個有提到的一個例子 它其實就是剛剛前面提到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矽膠圓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這邊我們有取動的 我們取了LOG值 它所以是LOG了1次方10次方100次方這樣的方式 主要是看討的時候 在黏度比較大的時候 它的特性會不會 在比較黏度高的時候 轉速比較高 或者是我測切硬力比較大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它的黏度 或者是在 測切速率很低很低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黏度 我可以看到 矽膠圓不管是在很低的 測切速率下 或者很高的測切速率下 其實它的黏度是沒有變化 因為有些材料是可能前面一開始 你在攪拌它的時候 它的黏度會先下降 然後你轉得越快 它又會上升 那這樣的礦物有的話 它剛好就 我們就可以去很好的知道 這材料它完整的黏度的特性 那 它就 這個取LOG的好處 剛剛一直有一直提到就是 它的優勢就在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 在低減切速率的時候 我們樣品 它的這個 表示方式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黏度 因為有時候我們電腦跑 如果假設是從1 它就會直接很快的往上面跑 有時候會看不到它下面 是不是有很小的變化 那這樣拉LOG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再來呢 是我們有測定這個水 那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是控制它的減切速率 我們控制它的減切速率 我們就看說 水的黏度的特性 所以 其實這邊的話 其實都是叫做牛頓牛頂 它的黏度固定 然後它的減切速率會隨著我 所以我減切速率 會減到我的減切硬力的增加了增加 那 取LOG的話 就跟上面的結果是一樣 所以我這邊 大家如果有 對文字上面有 比較 比較有多一點的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做 內部的看探訪 那這邊的話 剛好作者有提到 就是如果有在比較高的減切速率 它可能會有 剛剛說的 勞流的發 情況產生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不能在裡面的 它的這個 減切速率越大的 它可能就會有 浩流化的現象產生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去知道 材料的流體特性 那再來呢 我剛剛已經知道 什麼是 牛頓流體 也就是我們的黏度 它是固定的 隨著我的減切速率增加 它的減切硬力 會呈現一個線性的關係 它會慢慢增加 成一個線性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減切細化流體 就是要720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可以看到 綠色這條線 隨著我的減切速率增加 而減切硬力 它就會 欸 好像不是呈現線性 它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我們可以就是看 如果是用單純看切線 我們這樣一直切線 它的切線是不是越來越小 原本切線比較大 你看這樣切線從這裡 越來越平穩 那切線斜率能減少 那就跟 就可以從我們的黏度來看 剛剛說了嘛 這邊的切線斜率比較大 這邊的切線斜率比較小 所以黏度呢 就是原本一開始斜率比較大 所以數值比較大 後面的數值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就從流動曲線 跟黏度曲線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材料的特性 比較屬於哪一種材料 那我們說 剪切細化也可以叫做 加速性流體 也就是 它好像有被塑形 可是它沒有 它就只是單純材料有 有吸化的特性 所以這兩個其實意思是一樣 不好意思 再來呢 我們常見的剪切細化流體有什麼 我們看到的 比如說我們說的沐浴乳 沐浴乳其實就算是一種 剪切細化的樣子 或者是我們說聚合的這種 種藝 或者是 聚合物在融化的過程中 它其實也算是一種 剪切細化 那我們這邊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把牛頓流體 這個 紅色呢 是我們的礦物油 那我們透過知道 我們礦物油它的黏度 因為它的黏度是固定值嘛 因為它的黏度是固定值嘛 我們看的是它的黏度曲線 它的黏度是固定的 它的黏度是固定的 那今天如果是 聚合的 聚合的這個溶液 聚合的這個溶液 聚合的這個溶液呢 我的剪切速率增加 它的黏度有下降的趨勢 對吧 我們就知道 它是剪切細化 也就是 我們在攪拌過程中 它的分子之間 它的分子之間 的拉力會被破壞掉 所以被破壞掉之後呢 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那 我們就稱之為 它這樣的一個特性 是剪切細化 那我們可以從這上面 做一個簡單的觀看 那 再來第二個例子 就是我們 用在我們生活比較常見 就是圖紙架油 那剛剛我們就對應到前面這裡 剛剛不是說 我們有個控制剪切速率嗎 其實它在模擬的 就是我們今天圖紙架油的狀態 對吧 那我們為什麼要知道說 這個控制剪切速率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控制我們的樣品的剪切速率 隨著我剪切的速率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黏度是不是就下降 我們的黏度下降 那就跟我們刷 塗我們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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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油一樣 我們一開始放到我們的那個 塗指甲油瓶的時候 那個 我們的油要 不是油啦 我們的指甲油要黏在我們的這個 刷子上面 那所以一開始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剪切速率很低 所以它的黏度很高嘛 對吧 那我們的 樣品在 就是放在裡面說 它樣品就會占負在我們這個 刷子上面 但我們在刷的過程中 剪切速率就增加了嘛 是不是 它就有一個像是我們剛剛說 平板這樣刷過去的特性 有 而且這樣嗎 我們現在在上課 你可以小聲一點 然後呢 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在剪切的過程中 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剪切的黏度下降 它就可以刷在我們的指甲上 所以 我們這樣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 特性的模擬 好 好 再來呢 這邊還ok嗎 這邊聽得懂 ok好 再來是 我們樣品它的整體的第三個 一樣是剪切西化的 特性的第三個例子 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E1跟E2 E1跟E2 其實就只是 一個 隨著一個乳化劑 它就是一個 油中 水中 油中 水滴洗衣 就是油在水裡面的狀態 就是水中 水裡面有油 那我們就看出它的 剪切西化的特性 那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我剪切的速率增加 它後面就屬於一個 區域平板 它的黏度就沒有什麼變化 對吧 我們黏度啊 我們現在都看著紅色 紅色是黏度 藍色是它的 減硬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剪切的注意 它的黏度會越來越 越來越小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樣品它的黏度 是有下降的特性 那主要是因為它裡面 這個球球 在我們在旋轉的過程中 它會 它會 沿著我們這個方向 比如說我一直往右邊轉 裡面的這個球球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乳化液 或者是我們說的 就是 就是 乳化液 它在減壓過程中 它這個球球就會跟著我們 這個方向去做旋轉 那在旋轉過程中 原本一開始它不會旋轉 它就是被 放在那裡 它就固定著 所以當我們剪切 開始剪切的時候 它的黏度就會 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因為它開始跟著這個方向 它開始旋轉的時候 它其實 它的黏度就不會再上升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它因為固定在那裡 分子之間會互相去拉扯 那 當它 開始做剪切的時候 它就會往同一個方向去跑 往同一個方向去跑 大家就會開始 就像是排隊 所以 就像一堆球球在滾 所以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好 那再來呢 我們這邊呢 它是用 這邊就有人去比較說 所以這樣的一個 測定的方式 對於 流碑 我們剛剛說的流碑 跟我們的 剪切就是旋轉的流碑 它到底 到底差在哪裡 我們就用一樣的 我們就一樣的這個 就是我們用三個 S1 S2 S3 是不同的印刷的 這個 就是 印表機上的印刷 那個油 我們就把它拿去做黏度的測定 然後呢 劉碑裡面測定說 這三個 黏性是不一樣 劉碑測定下來說 這三個黏性是差不多 因為它的剪切範圍就在這裡 劉碑不是剛剛會流出一個孔 然後這樣流下來 那我們就透過它流出來的過程中 記得它剪切速率就是大概在這個範圍 也就是大概在200到400 所以 劉碑測定出來的這三個樣品 它的黏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可是如果今天用旋轉 劉碑 它是可以測從0到1000 所以我們在旋轉過程中 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 樣品都是剪切西化 但是它的 特性是不一樣 所以 劉碑它的限制就是 它一定要是流對流的體 它沒有辦法測 剪切西化流的體 原因就在這裡 它剪切範圍 可能在這個範圍裡面 三個不同的樣品 它可能在這裡 它的黏度是差不多 所以它流出來的時間也差不多 所以 劉碑為什麼現在比較少人在用的原因 是因為 它測的只能單純針對 牛頓流的體 那我們旋轉的劉碑 它可以測定的範圍 可以從 剪切西化成縮化 牛頓流的體 它都可以去做測點 所以 牛頓流的體 它很可惜 就只有 這個劉碑 它就只能測定 固定的剪切特性的範圍內 它的材料流動的特性 那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是會不會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我們今天在印刷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印刷的速度變快 那印刷的速度變快 勢必它的剪切速率會增加 那勢必剪切速率增加的時候 它是不是它的黏性就不一樣 那有可能就會導致我們的樣品 它在印刷過程中 噴墨的效果裡面 它效果就沒有原本設計的那麼好 那可能就會有 樣品會有低漏的現象發生 因為它黏度比較低 它就可能低漏出來 對 所以這邊就剛好這邊有去做一個分享 就是劉碑跟我們 樣品它在旋轉黏度上 旋轉流變移上的特性不一樣 那這邊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剪切西化的這樣一個現象產生 那這邊的話 如果以聚合物來說 這是我們聚合物 這是我們聚合物 它的這個分子會這樣 互相去纏繞 對吧 跟我們樣品會互相去纏繞 當我們給它施育一個剪切的時候 就很像 它的分子 它的黏度就會開始下 因為它互相被拉扯 拉扯的時候就很像小朋友 大家小時候不是玩 大家就五個人 然後這樣手抓著手 然後一直這樣旋轉 往外旋轉 那你是不是手就會越抓 越來越抓不住 你手越來越抓不住 那你手就會放開 那這就很像是我們這個所謂的黏度一樣 我們在拉 這樣在旋轉的時候 原本一開始就會抓得很緊 但我所以我剪切速度增加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抓緊 它就會 它就會手會放開 所以 我們也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聚合物 它的黏性就會下降 那這就是為什麼 聚合物在這樣的一個材料特性裡面 它會剪切會有 西化的現象發生 那再來呢 是另外一種可能是片狀顆粒 也就是說 我的流體裡面它有一些 片狀的小小的顆粒 像這樣 我們會看到就是片狀的顆粒 它因為顆粒形狀 有些有片狀 有些有圓球的正方形 但我們在剪切的過程中 它就會突然 在我們剪切 剪切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平行的線 那這樣平行的顆粒 它就是大家都有一個方向性 它會對齊 那這樣對齊的特性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個材料 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因為它就不會有阻力 因為一開始轉的時候 這邊方向都不一樣 它就會有很大的阻力 那當我們都黏著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它的黏性 就不會增加 它就會開始下降 它就會下降 因為大家都對於同一個方向 這樣黏度就會下降 那就是片狀顆粒 對,會有產生剪切細化的原因 那再來呢 是 劇團初級超粒子 因為這個名字比較長 那它就是一種懸浮 懸浮的物體 然後它會互相聚集在一起 有可能是因為它分子之間 會互相去抓在一起 有可能是它會形成一些輕件 那這些輕件呢 在我們剪切的過程中呢 很容易就因為剪切的過程 它就會被破壞掉 破壞的時候呢 它就整個分散在這個系統裡面 那分散的時候 那我們就去剪切 它就會像剛剛我們說的乳化液一樣 它就會開始像球球一樣旋轉 往著同一個方向 所以它的黏度就會下降 然後就是 不同的材料 它在這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 我們有時候在做 數據在解釋的時候 要先看我們材料裡面 分子它到底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那它解釋的結果 當然就會有不太一樣 那這邊的話 就是它為什麼剪切細化的原因 那這邊的話 就是剛剛我們也提示提到 就是乳化液 乳化液的話 原本在這個系統裡面 就是一顆球球 那我們隨著剪切的時候 它就會有像這樣 形狀就會有些微的改變 那我們直接看下面這個圖 這個的話 它是以牛奶的乳子去看 原本的乳子 破音 這我們原本的乳子 它原本的形狀長這樣 就是圓形 隨著我的剪切的速度增加 它的形狀就會開始有 它的形狀就會開始有 變扁平嗎 它就會往那個 我們原本的同一個方向去做選擇 但是如果我今天 剪切的速度再更快 它可能 這個乳化液就會破壞 破壞掉它就會變得更小 所以它可能導致說 它的黏度又不小心上升 所以 那這就是要比較注意的事情 那 我們這裡啊 常見的生活材料 就是它剛剛說的 我們說的護手霜 洗滌液 就是你看一開始護手霜 擠在手上的時候 它是一坨 然後你其實它不好 它就是醜醜的 但是如果你用手袋 開始搓它的手 搓它的時候 它就很好的塗抹 那其實就是因為 剪切細化的特質 我們手袋摩擦這個 搓我們的乳液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去摩擦 它就會很好的去 均勻地分布在你的手上 這就是 剪切細化流液 那 好 再來呢 是 我們比較特別要知道 是流動曲 剛剛說了 我們有取LOG 我們取LOG 我們可以看說 比較小 剪切梳力的時候 我們材料它的 樣品它的黏度是如何 或者我剪切梳力高的時候 它的黏度是如何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當我今天 在比較低的剪切梳力的時候 其實啊 分子它的不同 這個是不同的分子量 材料不同的分子量 它其實它的黏度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今天剪切數據增加的時候 材料化的 後面黏度會繼續 會越來越靠近 那主要呢 跟它材料是不是 就有剪切器化的特性 以及它材料結構 是不是被有破壞 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這邊有發現 一個新的名詞 它的名詞叫什麼 它叫做 零剪切黏度值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基本上沒有剪切的過程 基本上這邊 因為黏度值很 剪切數率也很低 那 這樣的一個數值 它去一個平穩的狀態 我們就稱之為零剪切黏度值 那隨著我剪切數據增加 我們會看到 它這個是分子之間 它的 它的這個 分子量之間的一個分布情形 它的 黏度就會越來越靠近 因為 它的分子直接開始被破壞掉 所以 它的黏度就會越來越去一個平穩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 取到個值 我們從很低的黏度 它是一個很低的黏度 然後到很高的時候 它的黏度值會越來越下去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呢 在說的是什麼 隨著我 在很低的黏度值的時候 我們說這樣 零剪切黏度值 它會趨於一個平穩的狀態 那當我們剪切可能從1 假設1 1到100 或1到1000 它們的黏度就會開始剪切 就會細化 所以它的黏度就開始下降 那 因為我們繼續剪切 它最後它的黏度 基本上 如果黏度 成為一個數值 就成為一個長數 它就不會再動 它就覺得1 它不會再變化 那我們就叫它叫做 限制最高剪切黏度 也就是說我們剪切的速度再高 它的黏度也不會變化 所以 我們這裡可以知道兩個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在模擬 材料特性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看說 我們具體要模擬的特性是如何 如果我們今天就假設 如果我們只測前面這一段 我們測到後面 我們就猜測說 可能在更高的數值的時候 它的黏度就不會再下降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會導致說 我們對於判讀數據上 有誤解 所以 這邊的話 比較注意就是 這邊的兩個特性 我們在低黏度 剪切黏度的時候 材料的黏度 跟在高剪切數據下 它的黏度是會不一樣的 那我們材料在中間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中速或者高速剪切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剪切器化的特性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比較 比較常見在食品裡面 會去模擬的狀態 食品比較少見會在 這邊第一跟第三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食品它不會像是 像遊戲一樣要塗在牆壁上 所以 食品常見的比較像是 在第二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看 才要在剪切在 這個剪切過程 它的黏度的特性之中 我們去做一個探討 那 這邊的話 它可以測定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一樣是取LOG值 我們取的LOG值 它越來越大的時候 所以它可以看到 剛剛 以上面這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在低剪切黏度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序域平穩的字 我們就稱呼之為 零剪切黏度 也就是我們沒有給它剪切的時候 它的黏度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搭配下面這張圖 可以看到 前面大概在 一左右的時候 一之前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一個零剪切的黏度 它沒有任何的 剪切的狀態 雖然它的黏度是在這裡 那 我們的剪切的速率增加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到1000的時候 它的黏度只有一個明顯的下降 那 這就是去 可以去呼應前面剛剛這個 我們整體 一個材料它完整的黏度 就是從這裡 會從零剪切黏度 那它的黏度會有 可以被測移到 比如說剪切 剪切西化 或剪切稠化 它就會上升 那這邊再來就是去一個 平穩的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的材料分子 都已經 結構都崩壞了 材料的分子結構 都被崩解掉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亮品它的 它的整體的結構是分子 結構是不是有崩解的狀況 那也可以知道它黏度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是同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P1跟P2 感覺在一開始前面的時候 零剪切黏度 它的值P1比P2還要來的大 那反而在後面 剪切速率比較高的時候 它的P1下降的比較多 那主要就跟它的 裡面的可能是它的分子的大小 或者分子的形狀 會有很多的關係 所以會導致說 我們今天P1 下降的速度比P2還要來的快 所以這個跟我們材料 它本身的特性 不是特性 它的大小 它的分子量 以及它的分佈方式 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那我們剛剛也 從剛剛前面的圖 可以略至一二 那這邊的話 就是把整個材料 不同的材料 一二三四號材料 去做一個探討 那一號材料呢 我們看的是它的黏度曲線 也就是我們剪切速率 跟剪切硬力 剪切黏度的 測出來的黏度的關係 那可以看到 一號材料呢 就是我們說的 呃 我們用的是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使用的是 我們化妝品的這個產品 然後去測它的黏性 那一號跟三號 那主要是用的是 我們的 圓柱形的測定的探討 跟我們的 雙 就是雙軸的那個 旋轉型的流便移去測定 那可以看到 它這樣的一個材料 會因為不同的測定方式 它可能 在測定的結果上 會有 些微的不同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一號的話 一號樣品 這一二三四樣品是不一樣的 一號樣品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 剪切西化的流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剪切出去增加的時候 它的年度有下降的趨勢 然後在二號跟三號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屬於一個 前面看起來是 年度是比較固定的狀態 然後在後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有年度的下降 那這個下降 就是我們說的 人家開始具有一個 剪切西化的特性而產生 那它就是在 我們說的剪切出去 大概50到100 而不同樣品 它的 它可能出現的 剪切西化特性 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不能說這兩個樣品 永遠都有一個特定固定的指數 它一定在一個範圍 它是有一個 它是要去做過 徹底才能知道 再來 四號 可以看到 這邊坐著它說 就是一般的牛頓流體 它的數值 大概差不多就是在 這邊這個數值 那它就是 牛頓流體 好 再來 剛剛已經講完 我們已經知道說 什麼是牛頓流體 什麼是剪切西化的 流體 那再來呢 要講的是剪切醜化 那剛剛講的 牛頓流體 就是我們的年度是固定的 它的這個 我們剪切的速率 跟我們剪切硬力 是取一個 常數的數值 它的年度是固定的 它就會 基本上是一個直線的關係 那 剪切西化呢 就是我的切線斜率 會越來越小 那切線斜率越來越小 就是剛剛說的 年度會越來越小 那如果今天呢 是剪切醜化 我的剪切速率增加 我的這個切線斜率 也會跟著增加 大家可以看嘛 這是切線的斜率 它的切線斜率會增加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樣子 基本上是屬於剪切的醜化 那我們就直接看 剪切醜化的圖 會長什麼樣子 這是它的流動曲線圖 也就是我們 這是我們剪切的速率 這是我們剪切的 剪切的硬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剪切速率增加的時候 我們的切線斜率 有明顯的增加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年度 也會有一個明顯上升的趨勢 那跟我們的牛頓流體 都有一個比較 牛頓流體的流動的性質是 剪切 減速率增加的時候 就剪力增加的時候 它的年度 是有個固定的長數 但是呢 膨脹流體就不一樣 或者剪切醜化流體 它就不一樣 我們剪切的過程中 它的年度 就會很明顯的 所以如果剪切的速率越高 它的 它的年性就會增加 那一般常看到的是 陶瓷的 所以我們陶瓷的 這個 的 的材料 或者是我們一般說的 電粉的材料 那 這個 我們知道這樣剪切醜化的特性 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們就可以去模擬說 我們今天如果今天是一個機器在攪拌的時候 如果它攪拌得很快 是不是剪切數據就很高 那它的剪切的 硬力就會增加 或者它的年度就會增加 那可能會導致我們機器就會有受損的情況發展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知道說 材料它的特性原因就在這裡 OK 然後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剪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 我已經把大家都標好了 這是樣品一號 樣品一號 然後二號跟三號 那分別就是 顏色有點標錯了 樣品一號是藍色 這邊顏色剛好標錯 不好意思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的樣品呢 這個黏度值 我們的黏度值 所以我剪切速率的時候 它有 下降的情況產生 可是在後面 重點在後面 後面的時候 它黏度值又上升了 代表說它在高剪切速率的時候 材料它是具有一個剪切醜化的影響 對吧 一開始前面這個是10的-4次方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是停在那裡 它沒有什麼 剪切 所以它的黏度是在這裡 在低黏度的時候 它其實它黏度是很高的 可是呢 我們現在剪切速率增加 這邊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1的時候 10的1次方大概就是0 所以我們要開始給它 施餘一個力的時候 它的分子之間 這個材料 可能分子之間就開始碰撞 那材料之間分子碰撞的時候呢 它的 就會互相碰撞 所以會導致它的黏度 就會增加 那顆粒之間就會開始互相去搭乘 或者是碰撞 它黏度就增加 所以這是一個剪切醜化 在我剪切的時候 它的黏度會上升 那就是剪切醜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前面 一開始是剪切細化的一個特性 然後後面呢 具有剪切醜化的特性 所以材料可能 同時具有兩種特性 這是有可能的 那最後要看我們 對於它施餘的狀態的力量 剪切的速率是多少 或是我們對它施餘的 剪切的硬力是多少 我們材料 它可能會給出不一樣的 剪切的特性 這邊的話 其實也就是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紅色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黏度值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有些下降在上升 所以呢 它也就是說 一開始前面呢 是一個剪切醜化的材料特性 後面是一個剪切醜化的特性 那 這就是剛剛驗證 所以材料會同時會具有兩種特性 它不會是只有單純剪切醜化 或者單純剪切醜化 它同時可能會具有兩種特性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剪切醜化的流體 它沒有剪切醜化 它就是單純剪切以後 它的黏度就很明顯的上升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 就是所謂 它這邊講的叫做 塑膠溶膠 或者是塑膠的這個膠體 那 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它的分子是這樣的 它會在你剪切的過程中 它會去互相來去拉扯 拉扯的時候 它的黏度就會上升 所以 如果今天啊 我們要將這個材料 就是塑膠工程 我們要把這個材料噴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噴的時候 它的剪切醜率很大 剪切醜率很大的時候呢 它的黏度就上升 那它可能就會造成 它的剪切硬力也很大 那剪切硬力很大 導致它可能會噴不出來 我們材料可能就會卡在那個噴頭上面 它就不想出來 它就會卡住 所以我們可能就要控制說 在300的時候 機器是可以噴出來的狀態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知道材料它的 有體性質 那這邊就是剛剛 我們有提到 它的黏度會有明顯傷症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 你今天是工廠的 平保人員或者工廠的 不是平保人員 可能是計算工程人員 你可能就要去考慮到 這樣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不能把它 適於很大的力 那材料噴出來 它可能就會突然塞住 對 那 這邊就是我們為什麼 要去探討 材料這個我們顆粒 它的顆粒的大小以及形狀 會影響到 材料整體在流動的特性 以及它的整體 會不會有剪切稠化的現象 所以不同的形狀 在旋轉的過程中 可能會造成不同的 不同剪切稠化的特性 它都會有可能會稠化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它沒有辦法 一個有一致的流動現象 它不是很平穩的 像剛剛我們說的乳化液 它可以很平穩在同一個方向 因為它的形狀不規則 所以會變成說 它可能會互相去撞 一直撞來撞去 導致它的黏度 會有很明顯的上升 好 再來呢 就是把剛剛的三個流體性質 全部彙整起來 全部彙整起來 首先第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把剛剛的內容 做一個整理的複習 我們剪切的速率增加 它的硬力就會增加 然後是呈現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我們就稱之為 低響流體 或者叫做牛頓流體 那再來第二個是 剪切錫化的材料 我們的材料呢 一樣剪切速率增加的時候 我們的剪切音力 隨著剪切速率增加 它的音力基本上 就會不會變化的成一個線性 它會越來越弱 它就沒有明顯的一直上升 指數形式上升 那我們從黏度可以看到 它黏度就會越來越低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方式 因為這兩個做圖 好的 這個去除以我們的剪切速率 它的黏度就會出現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材料它的黏性是如何 那再來就是我們剪切籌劃 我的剪切速率增加的時候 它的剪切音力有明顯 一個指數形成效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那 在黏度上面也可以看到一樣的結果 那我們就把這三個內容 已經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OK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很簡單的 生活中的應用去做比較好 首先呢有123號這三個廚師 這三個廚師呢 第一個人他做的叫做沙拉油的攪拌 第二個人要負責優格的攪拌 第三個要做的是澱粉的這個分配 分配容易的一個攪拌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號廚師 我們就他們就開始攪拌 使用一樣的力氣 然後就開始攪拌 那第一個呢是沙拉油 他們攪拌的速度就是越攪越快 越攪越快 越攪越快 那可以看到它的黏度值都一樣 所以 假設我們這三個廚師的體力都一樣 他就開始攪拌 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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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拉油它的黏度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流的流體 它的黏度是固定的 優格呢簡介是七化 所以它的黏度會越來越低 這個澱粉呢 因為它越攪越快 所以它黏度會增加 所以最後呢 廚師啊 廚師3號會最累 因為我們叫它越攪越快 3號會很累 1號會第二累 2號會 基本上就不會那麼累 因為它後面黏度沒有那麼低 它不需要吃太大的力 就可以把它攪拌 我們就可以從剛剛這個圖 去看到 這裡可以看到 3號廚師最後攪到的 湯匙都被攪拌了 因為 它要花越來越大的力氣 樣品又越來越黏 廚師就越是越大的力 湯匙就直接被折斷 對 然後2號的廚師你可以看到 因為很好攪拌 所以它都在這個管理 1號廚師因為它一直是 吃於一定的力氣 所以樣品都會有噴進的裝飾 加上它轉的都一樣 就是因為它 在攪拌的過程中 它會吃於一切力氣 所以 你可以知道說 把它匯整一下 就是沙拉油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理想的流體 也就是牛頓流體 然後呢 優格呢 就是我們的剪切西化流體 所以之後 剪切的速率增加 它的年度下降 優格 或者是我們看到 我的巧克力 我的巧克力也是 剪切過程中 它的年度會有下降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的剪切 稠化的特性 就剛 除此攪到 澱粉 一般說的 高濃度的澱粉材料 那 這邊可以剛好分享的是 剪切西化流體 有個很特別的特性 就是 因為我們在剪切嘛 它的分子之間 的材料之間 就會互相的崩解 它就會互相斷 它就會 沒有辦法互相去抓住 所以它的結構就會 被破壞掉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今天 放到流便移裡面 做旋轉 旋轉完第一次以後 休息一下 再繼續旋轉 它的年度肯定不會 回到原本的狀態 它可能會在下面 也會低一點 但是它還是可能會 有西化的特性產生 所以我們一般 測流便性質的時候 我們一樣品上去一次以後 我們就會再換一個新的 我們不會讓它 一直重複去旋轉 對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一次的 本次的內容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就是大家記得 在Teams裡面 這個課程裡面 再做一個回答 我們已經介紹了 什麼是剪切 剪切音力 什麼是剪切速率 什麼是剪切年度 什麼是運動年度 什麼是零剪切速率 什麼是限制剪切 剪切年度 吉祥流體 或是牛頓流體 剪切西化流體 剪切醜化流體 OK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沒有嗎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嗎 謝謝大家 ja retreat 谢谢观看